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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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先祝大家端午加節愉快 不過就在這個大家團聚的日子裡頭 我們的淡水河竟然出現了不速之客 而且是來自於對岸中國道的偷渡客 我們先來看到在今天早上11點多的時候 60多歲的大陸籍男子從福州開著子母船 而且再用快艇衝進了我們的漁人碼頭 同時在一上岸的時候被海巡人員逮捕 偵訊之後是裁定收容 至於說他為什麼要開著快艇 直抽漁人碼頭來到台灣呢 他說是為了投奔自由 把手上的行李交給海巡人員 雙手就被靠上手銬 這名穿著等受商業的男子遠度重陽 自己開船從大陸跑到台灣 一名大陸籍男子竟然是開著子母船 直接闖進了淡水河口的漁人碼頭 當場被海巡人員逮捕 而且是史上第一次有偷渡的民眾 把船開進這地方 海巡趕到現場 除了岸上有人 小艇上也有兩名海巡人員 準備把船扣走 當時陸籍男子開的 就是這艘藍色的大陸籍小船 上頭裝設鐵架 疑似為了放帆布遮陽用 而船的體積不大 在海面上並不顯眼 9號上午11點多 偷渡客把他開進 新北市淡水河口 快速行駛的過程中 還撞上了交通船 在他上岸後 還立刻找路人 請對方幫忙報案 不過海巡人員 早就已經在岸上等他 這位大陸籍人性偷渡客 年約60歲 從福州開著子母船來台 但他淡水外海六里外 海巡人員就發現他的行蹤 通知巴黎跟魚人碼 團檢索全程監控 等他一上岸就把人逮捕 移送地檢署 事後被裁定收容 選擇這地方偷渡 非常罕見 也很不合理 有別於其他地區 魚人碼頭人潮多 也沒有遮蔽物 軟性男子則聲稱 在大陸曾經發表不當言論 遭到限制出境 才會計畫偷渡 實現投奔自由 而這下恐怕還是得被遷返回去 旅程環境我加曼新聞報導 偷渡客直接開著快艇 進入到了淡水魚人碼頭 現在專家很擔心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方位 出現了破口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情境 第一個讓專家特別擔心的是 這個海巡的雷達 是到了這艘快艇 在六海裡的位置 才鎖定它才發現它 所以專家認為說 是不是這是破口的其中之一 但是有沒有劇本二呢 就是如果再進它右轉 直接進入到了淡水河道的話 一路往上是可以到大稻城碼頭附近 專家也認為說 其實非常靠近我們的政經中樞 對我國的防衛有非常大的危害 但是有專家提出說 要特別小心 這可能代表 中國道的灰色淨犯行為 已經達到目的 海巡在淡水魚人碼頭 登上對岸船隻抓人 但所延伸的疑問有很多 海巡說在淡水外海 六海裡透過雷達 鎖定了這艘可疑船舶 但問題是 都已經闖過我領海基線 12海裡怎麼沒鎖定 小心的一個船隻的話 是不是我們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 防衛上的一個盲點 如果對方是一個 伸手矯健的特種部隊 那我們一般的海巡的一些官兵 是否有辦法去制服它 確實雷達上小船跟浪波不好分辨 只是海巡全程雷達監控 怎麼沒主動出港究竟監控 這次這艘船隻是直衝淡水魚人碼頭 但如果最後一刻直衝淡水河道 海巡三五噸快艇才出發緊追 恐怕已來不及攔截 我驗淡水河其實還蠻寬的 他這個一般的小型船船舶等等 他其實一直衝到像例如說 大老城這些地方 跟政軍中樞就這個 政治機器中樞就很接近了 那這個的確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其實過去兩年陸軍官職部 都曾在淡水河上演練 關鍵防線阻斷鏈 層層防護針對的就是 若中共船團只逼我首都中樞 負責北部的第三船戰區官兵也會戒備 就算到了基隆河和大稻城 接近總統府和國防部都有憲兵助手 只是問題來了 國軍應對共軍沒問題 現在的威脅是民間船隻 國軍和海巡強道之間的溝通 和情報交通都暢通 海龍蛙兵將在七月漢光四十號 執兵演習中固守淡水河後 在漢光前發生這事件 難免引發聯想 只要是我們這一邊的國防單位 有提到關於Roe或者是第一集 或者是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中共就會用各種的方式 來去測試我們的底線 目前不清楚 這艘對岸船隻意圖為何 但依料敵從寬原則不得不防 TV也今天有主要好 留聽聽條報道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在這幾年 反斬首的這種防衛思維 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而在這當中 海龍蛙兵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再度被提起 因為會部分的 以防大台北地區協助首都防衛 而且我國的海龍蛙兵 在這幾年 跟美軍特種部隊的強化指導下 滲透還有這種特戰的作戰能力 又更加精良 剛從新聞當中也提到了 在今年7月份的 漢光40號士兵操演當中 海龍蛙兵也會固守淡水河口 漢光40號電腦兵推 實情人士透露 八天七夜攻防模擬中 大台北地區又面臨重兵夾擊 當攻上攤頭的解放軍 在基隆港和台北港 都完成了行政下瀉 國軍嘗試擴大跨區增援 阻擋敵軍夾擊 在首都會施 我們的一個推移 一定是依據解放軍 可能對我們的威脅來去做調整 因為今天會打到這一種 跟陸作戰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海空兵力 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了 所以會變成無法去阻止 他們對我們進行跟陸 斬首作戰這裡要去澄清的是 它不是說只去打你的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高官 而是他只取政經中書 不過大部隊犯台 和定義上的斬首行動 又有些微不同 敵人想要對我發動斬首棋襲 那麼他不外乎以空中突擊 或擊降空降的方式 或是藉由海上滲透的方式 來遂行他的這個作戰任務 那如果我們把大台北地區的地形 我們做一個通盤檢視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他這種典型的 中蘇藥藥位於主要河川的流域的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那也就是說其實 敵人如果要經由水域來滲透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可能被運用的途徑 最後了 加油 過去擅長取敵之首級 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 兩棲偵察營 會是反斬首行動未來必要陣容嗎 兩年多前 部分海龍蛙兵以防大台北 在外媒披露 美軍特種部隊強化對台交流的現在 更強化了各界聯想 滲透跟反滲透 這是一體兩面 目前它已經是一個 具備有三區作戰能力的特種部隊 那這樣的一個部隊 它其實它可以適應在本島 離島 或者外島 都可以來發揮它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它可以在平時 不管是昼間或夜間 藉由它的所佩服的周庭 來實施水域的巡邏 這些巡邏任務的包含 有反徵收 反滲透 甚至於反突擊 反破壞 類似的案例就如同東京的羽田川 倫敦 泰晤士河 美國華府的波多馬克河 或是南韓的漢江 透過部隊武裝巡邏 位數中樞地帶的河川流域 嚇阻敵方小部隊伺機而動 而這只是兩棲部隊功用其一 譬如說海上你發現了 可能有不免人士 或是屬於比較精壯的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 這些可能不是我們國家的 自私的武器 印進來了 如果是斬首部隊的話 他們不會說整批 從任何地方進來 他們是可能分批 不管是從遺傳 或者是人員 或者是正常的管道進來 到達了台灣的 某一個地方之後 他們再集結 等所有的裝備的器材 都到定位了 他們才會做一個斬首行為 禁案偵查的特殊專長 對於我方 能否在敵軍發起特攻之前 就掌握先機 至關重要 因為大台北地區 交通網絡四通八達 除了基隆淡水 兩條河道 主要的平面或快速道路 都是進犯可能入口 今天我們會面臨到的 有可能是一個 輕裝重火力 藉由這種清兵力去搶占 一些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對我們造成一些威脅 我們大台北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傳統的一個兵力 其實是不一定是那麼足夠 上述不管是陸戰隊 或什麼兩棲營等等這些部隊 它的目標就是要去守住這些地方 包括既有縣兵營 和已經進駐附金剛的陸戰66旅 外船即將交付台灣的M1A2T 也將成為關子部重要反擊火力 位數陣容近年不斷調整 也像是威脅情勢 變化寫照 TVB的新聞 程序EF 拍不到 再來國際焦點 我們要來持續大家關心的是 俄烏戰場上目前的最新狀況 尤其現在 烏克蘭說他們獲得了空前勝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成功打擊了俄羅斯兩架的最強戰機 我們先來看到這張衛星的空拍圖片 就是烏克蘭國防部的情報總局提供的 可以看到其實在地表上 這個機坪上有飛機在這邊 而且似乎還伴隨著這個微微的煙塵 以及有燒毀的跡象 這個地點是在俄羅斯的 阿斯特拉罕阿赫圖賓斯克機場 這個地方距離整個前線 大概只有這個589公里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照片流出呢 主要是烏克蘭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斬獲 就是他們第一次擊毀了俄羅斯的蘇-57戰機 而且呢可能是兩架戰機 未來也會持續的採取用無人機 來攻擊二軍機場的一個這樣的行為 甚至呢相關的消息來源也說 的確烏克蘭的三架無人機 是飛到了機場上空 而且當時這個蘇-57就停在地面上 遭到了炸彈的彈片擊中 但是為什麼烏克蘭說 這是我們空前勝利呢 因為聽起來跟之前的反攻啊 其實什麼樣的這個戰士的推進 是有差距的 主要是這個蘇-57非常特別 它是在俄羅斯的這個2002年研發 而且在2010年首飛在2020年 也說4年前才剛剛交付的 俄羅斯首款的逆蹤戰機 屬於單座雙發多功能的第五代戰機 預計呢有20架 最高的時速呢可以來到了2600公里 最大的飛行距離也有5500公里 當然其實對俄羅斯來說 這款戰機呢絕對有具有這個指標性的意味 但是呢俄羅斯其實也說了 他們現在也採取一些炸彈的戰術 例如說在這個飛機的機坪上 他們可能會放的 其實是要過期要淘汰的戰機 來欺敵欺騙烏克蘭的無人機 同時有可能直接在這個跑道上 劃出一個飛機的突襲 也是一種這個掩人耳目的行為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在政治上的角力來說 俄羅斯總統普吉諾之前才會見過 這個習近平到了中國大陸去 但是呢在這個月的月中 還要去北韓跟越南 這也是他新任期的第二次出訪 為什麼在這兩個地點 大家會特別關注北韓呢 主要在之前俄羅斯戰場上 你常常都可以看到北韓製的武器 所以說此心 就是為了要獲取更多的彈藥 更多的武器 其實也都是國際上特別在持續關注的 但是我們來看到同時間呢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因也在國際上 希望西方國家可以持續對烏克蘭進行支持 尤其他在末亂地登陸的紀念活動 演講的時候他還在國際上把普京 畢尼威希特勒 巨型火球就在眼前發出刺眼光芒 什麼我可以告訴你 各位 神經病 完全滿了 我們油門被炸了 俄羅斯南部邊界羅斯托夫 又有煉油廠遭到烏克蘭無人機攻擊爆炸 但同一天俄軍飛彈打擊也不手軟 短短24小時 猛炸烏南赫爾松總共20個地點 至少4人受傷 這棟倉庫被火海吞噬 就連地念波羅尼科波也傳出俄羅斯神風無人機 正中一輛小巴士 至於烏東 俄軍動用滑翔炸彈竟然打民宅 同一家人一死三傷 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對世界憤怒喊話 二戰 諾曼蒂登陸 第一代80周年紀念 這輪司機來到法國 把普京比作希特勒 現在這就像是當時 當罪拒絕了自己的反應 對親戚在1930年代 在1930年代 亭特勒進入了路過路 北約國家一個個趁D-Day紀念 力挺身陷戰火的烏克蘭 就包括允許烏軍用美國武器 打擊俄羅斯本土邊境軍事目標 拜登在諾曼蒂接受ABC專訪澄清 還是有限制 我們不是在俄羅斯上200公里 我們不是在俄羅斯上200公里 軍員限制減少熱毛俄羅斯 普京搬出核武威脅後 再度放話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 把我們的武器 這個類型的武器 在那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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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用到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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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 古巴政府就證實 俄軍軍艦接下來幾天 預計停靠古巴 其中包括 可以搭載核武的潛艦 不過古巴也澄清 這艘潛艦當天 並不會配備核武 TV新聞 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持續來看到 以哈戰士賽這幾天 又有什麼新進展呢 要來看到 是6月8號這一天 以色列的國防軍 營救四名的人質 所以他們就襲擊了 加薩中部的 紐瑟拉特難民營 而且說有一名的 特戰軍官身亡 但是在巴勒斯坦人的部分 其實認為說 他們的行動是非常精準的 所以不到百人死亡 但真的是如此嗎 因為哈馬斯現在有不同的說法 他們認為說 在這一次襲擊難民的過程當中 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壞力 包括造成274人死亡 當中包含了很多的兒童 還有婦女 64名兒童跟57名的婦女 而且傷勢 傷者也非常多 698人也是接近了700人 這樣的數字 當中還不小心誤殺了 三名人質當中 有一人是美國公民 但是你或許會覺得很好奇 說什麼偏偏挑在這個時間點 要展開營救人質的行動呢 而且情報又是打哪來的 美國在這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是美國的國防部 中情局都有負責提供情資 他們是怎麼樣來收集資料呢 包括是用無人機來空拍加薩 還有一些通訊的攔截 甚至還有其他來源的情報等等 去定位出這一些的人質位置 或許你也很好奇說 現在來說照理來講 美國是最不希望去刺激 包括以色列跟哈馬斯 更進一步衝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但怎麼會提供這些人質的情報呢 當中美國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說要說服以色列 結束戰爭的最佳方式 就是奪灰人質 而且抓捕拘殺哈馬斯的高層 這個理由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但是就是美國目前給出來的說明 但是其實對以色列來說 納坦雅胡這個總理的位置 真的不太好做 尤其現在暫時時刻 他面臨到是國內很多反對勢力的挑戰 而且也挑戰了 他聯合政府的一個權威 尤其他總理的權威 像是以色列的戰時內閣成員 甘茨也是前國防部長 現在宣布要退出政府 他不幹了不做了 而且要求納坦雅胡 把這個大選提前到秋天 主要理由是什麼呢 是納坦雅胡來了實現真正勝利 其實甘茨大家在過去的認知來說 他屬於這個中間派 而且其實在他5月份的時候 也是頻繁的在推動這個加薩的戰後計畫 就是希望把戰事稍微的停緩下來 但是他現在宣布離開這個戰時內閣 預計可能對美國來說也不是太過樂見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他屬於中間派 所以說如果他離開的話 極右派的人士就會加入了這個戰時內閣裡頭 到時候可能對納坦雅胡 又會有更多的所謂的逼迫性行為 這也是國際上社會比較不樂見的 所以他的退出很有可能代表是 在加薩地區在以哈衝突當中 要停火的日子恐怕遙遙無期 不過回過頭來 我們要持續帶來看到這個難民營的 這個營救人質的行動 其實也引來了國際社會的譴責 他們認為說歐盟的表態說 這是以色列軍隊的屠殺行動 以色列在8號展開人質救援行動 針對加薩中部城市努塞拉特進行轟炸 還出動數百名地面部隊攻入當地兩棟建築 救出4名以色列人質 然後將他們送上直升機離開 一名乙軍在過程中喪生 這次救援行動還造成至少270名 巴勒斯坦人喪生 是六個月來最大傷亡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 歐盟直指這是以軍的屠殺行動 以色列否認加薩當局公布的死傷數字 表示只有約百人喪生 破救的4名人質分別是3名男性和1名女性 他們在去年10月7號的音樂節上遭到綁架 被囚禁8個月後終於平安與家人團聚 總理納坦雅胡前往醫院探視 以色列民眾也開心慶祝 過去8個月以軍共發動3次救援行動 救出7名人職 去年11月以哈達成協議 以軍停火換取釋放上百名人職 因此人職家屬不贊成政府以武力救援 呼籲與哈馬斯達成協議 人職獲釋後隔天 以色列政府發生大震盪 暫時內閣成員 反對黨領袖甘茲宣布退出內閣 他批評總理納坦雅胡 處理戰爭不當阻礙了勝利 一哈衝突爆發後不久 納坦雅胡就邀請各黨派 組成戰時內閣 藉此展現團結政府 但沒多久 甘茲與納坦雅胡就出現分歧 甘茲主張停火換回人職 而納坦雅胡的極右派政府 卻不願止戰 雙方的另一項重大起義 是戰後加薩治理方案 甘茲主張在美國 歐洲 阿拉伯 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下 成立一個監管加薩平民的行政體系 但納坦雅胡反對 但也提不出前後一致的解決方案 甘茲上個月就警告 如果納坦雅胡不能在6月8號前 批准加薩戰後方案 他就退出戰時內閣 甘茲是三位戰時內閣中 唯一的溫和派 他所領導的中間偏右國家聯盟黨 共有8名議員 也同時退出了聯合政府 他們要求納坦雅胡 提前解散國會舉行大選 政治分析認為 甘茲未來對伊哈戰爭的影響力有限 但他展現了對抗納坦雅胡的決心 目前他的民調超越納坦雅胡 在下一次的大選中有望勝出 TVBS新聞總的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歐洲議會的最新選舉結果 其實很不意外的 基本上還是中間偏右的一個態勢 尤其極右派的崛起是在這一次選情當中特別可以來關注的重點 我們先來關心到 其到極右派的崛起 其實在這次的選舉當中其實增加了30級 30級它代表說在歐洲的議會裡頭 牽制力是逐漸增大 尤其包括歐洲保守級改革黨以及認同與民主黨就佔了130級 還有另類選擇黨來到了18級還是德國的一個政黨 還有中間派還是佔多數來到了407級還是過半的一個態勢 你可以想像說這個歐洲議會還是往一個中間路線走 但是會逐漸的往極右來慢慢的靠攏 但是在這一次當中我們要來看到中間極右派的歐洲人民黨 是這個歐洲議會的最大黨 當中增加了13級 但是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掉了4級 另外馬克宏所屬的復興歐洲黨掉了更多 掉了19級還有綠黨掉了20級 雖然說現在中間派還是贏得了這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 但是往右傾的勢力會開始逐漸的增大 當中最難過的大概就是馬克宏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也為大家播報到說 包括馬克宏還特別跟肖茲見面 兩個人會面要談的就是這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 很難想像他在這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束之後 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因為他是馬上解散了下議院的國民議會 打算在國內提前大選 很多人是分析他的這樣的舉動 是一個政治性的豪賭 會讓他的政黨蒙受更多損失 為什麼呢 因為馬克宏來說 其實在他們的國內民調並沒有太好 而且你可以預見的是他會穩定的下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把這一次的 歐洲議會的投票 視為對馬克宏的一個信任投票 所以如果在他的支持率不斷的往下滑的話 接下來他恐怕會有更多的損失 而且對手其實也非常難以成為多數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法國的國民議會 下一屆恐怕會更亂 而且他可能要面臨到的是不信任的動議 還有政府垮台 而且若改選的結果 不如他所想的話 他可能會變成一個跛腳總統 但不管怎麼樣 整件事情建在弦上 在6月30號也是這個月底 就要進行到的是第一輪的選舉 在7月7號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的第二輪 但或許你也會好好說 在未來的歐洲又會怎麼樣呢 尤其在這次的歐洲議會的 這個改選 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其實在之前經濟選人就說了 接下來會行訴 歐洲的三個重要女性 一個就是支委會的主席 尤其馮德萊恩 再來就是義大利的總理 梅諾黎 他本身也是一個極右派的領袖 再來第三位 就是法國的極右派的領導人 叫做雷鵬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往右傾斜是未來 歐洲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代表說 這個歐盟的政策 也會跟著轉變 包括移民政策怎麼定 還有綠色政策 以及產業政策 美中還有我們之前提到的關稅 所以到底要怎麼定 恐怕也會對中國大陸 施加更多的關稅 還有烏克蘭的問題 以及各國的國防 恐怕也都會面臨到一些 政策上還有風向上的調整 魁舞藍白紅國旗呼口號 這群法國人聚集在巴黎共和廣場 抗議週日的歐洲議會大選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問題 就是環境改變 社交問題 根據法國出口民調 法國總統馬克宏的復興黨 可能拿到約15.4%的得票率 只有對手雷鵬領導的 極右派國民聯盟黨 百分之三十二的一半 似乎已經註定輸掉大選 我決定要再給你 我們的未來選擇 議會選擇 執政黨慘敗讓馬克宏 宣布解散國會 並將在六月三十號提前舉行大選 這個決定受到對手歡迎 外界認為這是馬克宏的好賭 因為如果極右派再度勝出 那麼馬克宏剩下三年的任期 就必須想辦法與極右派共存 其實不只法國這次的歐洲議會選舉 德國 義大利 比利時 西班牙 都是由右翼或極右翼政黨拿下勝利 不過歐盟主席范德萊恩卻認為中立派依舊主導歐盟決策 目前歐洲議會中中間平右派人占最多席次 現在極右派增多恐怕會讓歐盟立場分裂 在制裁俄羅斯還有美中貿易戰等議題上 要取得共識恐怕更加困難 TVN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新型態的防疫 而且或許大家今天不論是滑手機或是看電視 都看到這三個字了是食人菌 在日本現在疫情升溫 我們先來看到一些數字的分析 在從今年1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 其實已經接近了1000人 超過了977人感染了這種A型鏈球菌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食人菌 而且其實它引發了這種鏈球菌的 毒性休克症候群 以數據來看 今年的數字好像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光是在去年的全年也才941例 在今年年還過不到一半 其實這個數字就超過了 而且當中大家最擔心的是 它的死亡率蠻高的 30%到50%這樣的數字 但是你或許很好奇說 這個菌為什麼叫食人菌呢 主要還是跟它的症狀的反應是有關係的 我們先來看到這種A型的鏈球細胞 它是透過飛沫或是接觸傳播 而且有可能導致這個皮膚的濃包艙 導致蜂窩性的組織炎 還有深入到筋膜 也有可能會出現壞死性的筋膜炎 甚至呢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種鏈球菌 毒性休克症候群 也有可能導致休克死亡 當中主要是因為這個症狀的反應到最後 手腳都有可能會出現壞死情況 所以才被認為說有這個封號 被稱作叫做食人菌 但是你或許很擔心 如果日本有的話 台灣會有嗎 衛福部叫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疾管署就說了 這個副署長告訴大家 其實台灣在過去每個星期 大概22到36屆 其實跟過去的成長趨勢差不多 但是在日本的個案增加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新病原株的改變 還有環境的改變所導致的 而蘇伊豐這個胸腔科的醫師 也告訴大家 其實你真的不用太過緊張 因為病不算太少見不用緊張 平常你只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就可以了 當然到日本玩的話 這些準備工作 包括戴口罩 多洗手 還是非常重要 廠櫃台前滿滿人潮 都要準備出國 但現在去日本的人 可得注意食人菌疫情 應該也是戴口罩吧 戴口罩就對了 跟之前一樣 戴口罩啊 然後就是離人群遠一點 可以走進去消毒洗洗手 就很像那個腸病毒之間這樣 以日本的戀球菌毒性修科症歐群來看 去年941例 但今年同期到6月2號 累計977例 是去年同期的2.8倍死亡率 也飆到三成 是1999年來新高 台灣胸腔科醫師蘇伊豐也研判 應該是口罩鬆綁導致 但強調這種菌到處都有 不必恐慌 而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士碧也說 日本旅遊計畫不用取消 只要做好 勤洗手戴口罩 日本去玩的話 儘量不要有外傷 不管這個外傷有沒有流血 那如果說真的有受傷的話 那就做消毒 神菌其實就是A型戀球菌 有1到5天的潛伏期 透過飛沫或者是接觸傳染 腸電症狀有喉嚨痛 扁條腺發炎或者是發燒 但嚴重者48小時內 就會休克死亡 孩童老人還有慢性病患者 也容易感染變成腫症 以目前台灣的監測資料來看 並沒有食人菌疫情 今年第一週到第二十二週 A型戀球菌每週約二十到三十六件 跟往年趨勢相當沒有疫情 疾管署接續也會做進駐分析 而專家也提醒民眾 既起到日本還是得提高警覺 戴好口罩 勤勤手 避免病菌入侵 體育新聞 周圍林志偉 家庭 台北總報道 的確啦 保持衛生還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網友說 其實一顆鏈球菌不如一碗橫河水 其實我不懂這是什麼梗 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多加解釋嗎 還有TASY2有說 YT的新聞內容 跟有線電視的不一樣 我還以為是同步 原來是我草率了 沒有啦 其實你現在是發現一個新大陸 因為在每天下五點鐘 到晚上的十一點 我們都會帶給你 線上互動式的新聞直播 所以在這邊宣導一下 歡迎大家在YouTube頻道上面 按下訂閱 同時分享你給好朋友 歡迎用電視收看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拿起手機 在留言區裡頭 跟我們一起看新聞 一起聊新聞 再次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一個尷尬的場面 是在美國的職棒大聯盟 這個場面是什麼樣的情景呢 原來是板凳區的球員 也跟對手發生衝撞 結果形成妨礙手臂 害隊員出去 尷尬的場面發生在奧克蘭運動家 和多倫多藍鳥比賽的時局上半 藍鳥施耐德打出這個境外球 飛往自家休息區前 沒想到運動家一聯手 竟然在板凳前和藍鳥對手撞在一起 沒有人可以接到球 換個角度看重播畫面 可以發現藍鳥的選手 竟然從休息區往外跑 直接撞倒運動家的索德斯東 轉播單位甚至用了三個不同的角度 看重播 讓比賽觀眾可以好好的看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衝出休息室撞到人的 其實是藍鳥的日級投手橘池雄心 他原本在板凳區觀站 沒想到借外球飛來 他情急之下跑錯邊 才造成這個尷尬的局面 局勢賽後說 他忘記運動家組長休息區沒有護欄 事後只想挖洞躲起來 不過因為他也因為衝撞對手 被判了一次妨礙守備 害隊友出局 再來我們來看到法國男單的冠軍出爐 年僅21歲的西班牙小蠻牛 教授艾卡拉茲歷經了五盤大戰 擊敗了名將茲維烈夫 也拿下了生涯第三座的大滿冠冠軍 看到對手球沒過往 西班牙小蠻牛艾卡拉茲 激動倒地躺在紅土上 雙手握拳享受勝利的感動 法網男單決賽巔峰大戰 由世界第三的艾卡拉茲 對上世界第四的德國好手 茲維烈夫 兩人擊戰五盤 花費四小時又十九分鐘 艾卡拉茲放小球 加上對角穿越球的刁鑽攻勢 順利六比三拿下第一盤 第二第三盤 茲維烈夫積極搶攻 第三盤甚至連拿五局 以六比二 七比五兩盤入袋 第五盤決勝盤 兩人緊咬精彩好球連發 艾卡拉茲在第三與第七局 二度破發 並在第八局保住發球局 順利拿下勝利 我學校終於在學校 放在電視上 然後在電視上 現在大家的表演 在第一次 所以非常感謝 二十一歲的艾卡拉茲 拿下生涯第三柱大滿冠 成為史上最年輕 包辦印第草地和紅土大滿冠冠軍的選手 之前的紀錄就是蠻牛本尊 納達爾保時的二十三歲紀錄 斯維烈夫受訪時表示 艾卡拉茲身體素質驚人 而且戰術多變 讓他甘拜下風 TVN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是端午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龍舟賽呢 當然粒蛋或是吃粽子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啦 不過我們要來分享的是一個 比較偏悲傷的消息 在中國大陸很多地方 舉辦了龍舟賽 但是一次沒有做好安全防護 也導致多人死亡 場邊觀眾尖叫聲四起 大陸湖北黃高市黃梅縣一處鄉鎮 8號舉辦龍舟賽 結果其中一支隊伍 不慎翻船多人落水 最後一名57歲參賽者 搶救無效死亡 有一個比較嚴重啊 就算玩的時候就是 看他沒有回應了嗎 目擊觀眾表示 紅白兩隊在競賽當下 白隊疑似因為操作失誤 導致龍舟側翻倒扣 有參賽者被壓在龍舟下方 其他隊伍也趕緊停下來 協助救援 但仍搶救不及 今年端午節 大陸各地龍舟賽熱鬧非凡 意外不止這一起 他瞭解到龍舟隊中的掌舵員 才學了兩天 穿上二十多人 多數沒有穿救生衣 重慶市秀山縣洪安鎮 五號下午五點多 有女子龍舟隊在訓練時 不慎側翻 其中一人落水後 被救起回天罰術 另外兩位參賽者 被水沖走失聯 直到九號才被打撈上岸 沒有了生命跡象 龍舟競賽需要團隊合作 動作必須一致 一旦有人滑獎速度過快或過慢 失去平衡 側翻是家常便飯 另外龍舟上的鼓手 負責控制節奏 掌舵員同時要控制行進方向 稍有不慎就可能撞船 最重要的是 參賽者都必須穿著救生衣 龍舟上也要配備救生圈 才能確保年度賽事順利進行 TVV新聞綜合報導 落水沒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海裡遇上鯊魚的話 那問題可能就大條了 尤其現在氣候變遷的狀況之下 群球暖化 似乎也讓鯊魚攻擊人類的情況 變得越來越多 光是這個月呢 美國的東西兩岸 在加州跟佛州的海天上 發生了鯊魚攻擊世界 也造成了三人受傷 距離岸邊不到一百公尺遠的海中 經見一團黑影 隨著海流距離沙灘越來越近 讓人不禁為沙灘上的遊客捏把冷汗 美國佛州當地時間7號 一個下午短短兩小時內 接連發生兩起鯊魚攻擊事件 然後我們到達燭的場景 然後就像是血 這一定很驚訝 第一起發生在沃特桑德海灘 一名45歲富人 腹部骨盆受傷送醫 不久後 在距離不到四英里的海灘 又有兩名遊客受傷 西安報導 根據佛州自然歷史博物館統計 佛州是承求鯊魚攻擊事件 發生次數最多的地方 近幾年受暖化影響 海水水溫上升 鯊魚陷宗機率增加 儘管大多數是為了覓食 並非刻意攻擊人類 不過攻擊事件機率也提高 除了佛州 6月初在加州沿海也發生類似事件 造成一名46歲男子受傷送醫 Based on some of the description it's probably a juvenile 男子傷勢嚴重 但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隨著暖化影響加劇 無論到哪個海灘泄水 遊客恐怕都得提高警覺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剛剛在留言區很多的民眾 很多的觀眾都跟我們分享說 今天真的好熱 所以一定要開冷氣 當然熱的不只只有台灣 包括在美國的西南部 現在的溫度也節節高升 尤其是加州的死亡股 再度飆上了攝氏50度的高溫 當然很多人都受不了 但是比溫度更高的 大概就是美國選舉的選情了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熱量之下 前往內華達州造勢 台下有很多川粉熱到送醫 但是跟他的言論相比 這個溫度恐怕還只是小Cas 因為他說 如果他不當選的話 全球恐怕爆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川普遭到定罪後 首場大型造勢活動 選在關鍵戰場內華達州 一上台就炮火全開 川普也引用好友 匈牙利總理的話 說如果川普沒當選 世界秩序將陷入混亂 甚至發生世界大戰 不過川普肇事當天熱浪來襲 氣溫逼近 攝氏38度 川普在台上激情喊話 台下的川粉還真的熱到昏倒 不少人被送上 輪椅推走 三天前川普在亞利桑那州的集會 氣溫更飆到43.8度 傳出十幾人中暑脫水 送醫治療 這股美西熱浪幾乎籠罩 美國西南部地區 加州 德州也是熱到不行 我告訴你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溫度 像這個溫度 從南西 所以現在感覺像煎熬 加州死亡股的氣溫 再度飆迫50度 吸引大批遊客前往體驗 極端高溫 體育畢業新聞綜合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第三任任的任期即將開始 雖然他用的都是老班底 大家預估他未來的執政 還有施政的方向以及風格 大致上也都差不多 不過其實就在他就職當天 克什米爾印度控制區 卻傳出了武裝分子攻擊 造成了死死33張 也似乎在對他下馬尾 大批軍警和救護車手忙攪亂 趕緊將車上傷者送進醫院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發生一起嚴重槍擊案 一輛載著朝聖印度教徒的巴士遭武裝分子攻擊 巴士墜毀山谷 車窗全部粉碎 有官員指控是親巴基斯坦分子所為 而這天正好是印度總理莫迪第三任期的就職日 聚集多國政要的就職大典上也沒有中國和巴基斯坦領袖 台灣駐印度代表處則轉交賴清德總統的賀電 不只外交莫迪還得面臨組聯合政府挑戰 失去多數國會席次的他被爆出得花錢來鞏固同盟 另外新內閣集體亮相 多數成員還是救面孔 包括房長辛赫和外長蘇傑生 代表印度新的執政聯盟 政策方向不會有太大變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用流行音樂來反制會晤氣球 這是朝鮮半島現在出現的局面 原來是之前其實北韓頻頻的飄送 會晤氣球到了南韓國際 其實也讓南北韓再度的撕破臉 但是南韓是怎麼做的呢 他們啟用了新戰廣播 除了不斷的這個放送一些民主的訊息之外 還一直放一些K-pop 這個內容長達兩小時 北韓其實一向對這樣的作為 都非常的反感 在過去雙方在協調的時候 也一再希望南韓可以取消這種新戰廣播 但現在雙方撕破臉 因此互相的攻防還有攻擊又再度開始 甚至在這一次的舉動當中 也惹怒了平壤當局 金正恩的妹妹金語正警告說 如果再度挑釁的話 他也能會祭出新的回憶 到時候就會陷入非常危險的局勢 三方懸掛一大袋垃圾的白色巨型氣球 把好晚間陷送南韓金雞道坡州市街頭 人船移動民宅屋頂也通報墜落一顆垃圾氣球 還有民眾舉報氣球漂浮在海上 或是卡在樹林甚至掉落在農田中央 北韓8號晚間到9號清晨 再次飄送第三波約330顆裝有廢紙碎片和塑膠的垃圾氣球 作為南韓脫飛者團體無視警告人 空漂返北韓船單的回擊 不只邊境地區 首爾、仁川和經濟道都接獲氣球通報 南韓軍方因此緊急在周末出動進行清理回收工作 首爾當局也火速在9號上午召開國安會議商討對策 最終南韓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時隔6年在9號開始 恢復讓北韓政權難以承受的新戰廣播 而收到指令的南韓軍方迅速展開準備工作 一台台安裝固定式擴印7個軍車前往訓練場地 抵達後韓軍檢測訊號和安裝設備 一連串動作不停 韓軍9號重啟擴音設備向邊境約30公里範圍的北韓居民 播放韓軍製作的自由資深廣播 內容包含傳達北韓真實情況 宣傳南韓經濟等內容 甚至還播放防彈少年團和IU等K-POP音樂 不過廣播僅僅持續兩小時左右就中斷 這種宣傳南韓民主優點譴責北韓制度暴虐的廣播 對北韓政權來說恐怕相當致命 對此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立即對南方祭出嚴正警告 他強調8號的第三波氣球攻勢向南韓空飄了1400多顆氣球 裡頭含有7.5噸廢紙 但並未散布任何政治煽動內容 南韓的做法是做賊喊抓賊 會讓不斷撿廢紙成為南韓日常 而若南韓再繼續用擴音器調性 北韓也將採取全新的應對策略 金宇正的話,採用落下,第四波垃圾氣球再度飄往南韓 從9號晚間開始到10號中午 光石首爾地區就接獲72件通報 包括首爾市政府附近廣場和圖書館屋頂都發現氣球殘骸 甚至人川還有一處的氣球碎片起火燃燒 所幸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但韓方仍大為憤怒 同一步回向金宇正 別將韓方正當舉措當作挑釁的藉口 南北韓雙方硬碰硬 讓緊張局勢急速升溫 南韓不少人開始擔憂 兩國軍事衝突一觸即發 邊境民眾擔憂 與日之爭 專家也不停向政府示警 因為2015年南韓對北韓實施大聲攻戰略 曾引發平壤當局發動高射機槍和炮火攻擊 如今北韓聲稱擁有核武器很有可能採取更加激烈的回擊攻勢 這也導致朝野不同調 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認為恢復廣播措施理所當然 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卻認為應該更加慎重 若是強硬對峙恐怕釀權同歸於盡後果 似乎是輿論奏效南韓軍方10號證實將停止跨境廣播宣傳 後續將根據局勢判斷是否恢復 南韓之國上下被北韓會晤氣球交得不得安寧 儘管周末都是艷陽高照好天氣 不安烏雲卻依在朝鮮半島逐漸擴散 TVVS新聞 綜合報導 下個禮拜這是黃埔建校百年校慶了 在今年的女軍校生是首度組成了 鄭步聯實施教育 但是這個畫面是第一次也將會是最後一次 到百年校慶預演日前登場 但仔細看 陸軍官校國福大學女學生 首次編成九成十的鄭步聯方隊 雖然不是女性官校生首次實施鄭步教育 但仍是女性官校生首次編成正步聯 踢姓氏正步動作要求左腳圍曲前踢 小腿向前猛踢 膝蓋伸直腳掌離地約30公分 腳尖微向下壓全腳掌著地 體重移於左腳上同時右腳離地 兩腳相互前進行進速度 約每分鐘102步確實不容易 加上國防部長顧立雄日前指示 取消國軍踢正步與次相助的訓練 等於女軍校生首次編成正步聯 也將是最後一次 女炮班 加油 剛剛35號演習陸軍女炮兵班秀戰力 而近年來國軍的女性戰比增加 2021年有15.6% 今年增加到16.9% 三軍尤其空軍更達到每5人 有一人就是女性 另外女性在軍中階級逐漸升高 上校倚仗高階軍官2024年的女性戰比 有5.7%推算約160人 這三年女性軍官和士官增加 女兵倒是減少了1.5% 那麼挪威她就是男女戒兵的一個範例 以色列也是 所以都是肯定女性在武裝部隊中 也是可以發揮有效的一個人力資源的力量 在未來的話 我想就是隨著科技不斷的導入軍隊 所以我想女性的這種專長 細膩耐性 還有或是總體的能力 都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 目前超州女兵男兵的政策區環 平現代化就對不論男女保家為股的心 一樣堅定 第1月7位中央 劉婷婷一條報導 最近消息帶來關心到 週一美股開盤呢 回答的股價只剩10分之一 是因為呢在星期一開始 他們開始拆股 一拆時正式生效 不過呢在拆股之後的回答股價 漲幅呢沒有太多的變動 這是我們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但是要帶您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現在再踢鐵板 因為土耳其宣布說 在7月7號開始 將要加徵高關稅 來到了40% 大陸汽車龍頭上汽大眾 最新推出的車款 搭載IQPILOT 智慧輔助駕駛系統 喊出油車也可以很聰明 作為大陸歷史最悠久的中德合資企業 上汽大眾獨領風騷18年 全盛時期 大陸每賣出一輛新車 就有一台初次上汽 但隨著競爭者一家一家出現 上汽已漸漏疲態 或許成也合資 敗也合資 由於核心技術仍由國外掌握 加上比亞迪華為等造車勢力崛起 上汽過去五年銷量 累計暴跌200多萬輛 市值蒸發約1.2兆新台幣 大陸車企除了內部競爭 外部壓力更大 土耳其最新宣布 下個月開始 將針對大陸所有進口汽車 開增四成關稅 每輛汽車至少徵收22.7萬新台幣 以保護當地汽車業 沃爾沃作為一個源自於北歐 有著將近百年歷史的豪華汽車品牌 我們希望能夠隨著EX30的出現 為中國的汽車市場 帶來一些完全不同的感受 英國泰晤世報報道 二零一零年被中國吉利汽車 收購的瑞典富豪VOLVO汽車 很可能在歐盟出手 對大陸電動車加徵關稅前 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 轉往比利時 另外部分組裝廠則轉往英國 據傳歐盟即將宣布 下個月四號開始 大陸電動車關稅 將從目前的百分之十 向上調漲 讓大陸車企面臨嚴峻挑戰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